HELLO 大家好 我是蘋果爸 今天來跟各位介紹 0層的特性 一般我們開啟樣板檔的時候就是預設的樣板檔 然後你輸入LA打開圖層性質管理源 一張圖長最基礎最原始的圖層名稱就是0 他不能更名也不能做刪除 但是他有個 特別的隱藏的秘技在裡面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使用 一般我們是不是都使用過圖塊對不對 如果你今天使用圖塊啊我會建議你可以 在建立圖塊的時候呢把圖層呢放在凌晨 因為凌晨他有個特別的秘技 我們先示範一次你看喔 C畫圓 保護圓對不對 然後呢我把它製作成圖塊 輸入B 按Enter block 給名稱 我先給個AA好了 然後定義我們的踏入基準點 圓形 然後選擇物件 好轉換成圖塊 根據預設按確定 好再一次喔 然後呢我們新增一個 圖層 我這邊 新建圖層 圖層1 顏色呢給1號色 就是紅色 OK好把他按確定 然後呢你 選這個圖塊對不對 你可以把他的目前成分換掉 然後呢他就會跟著你目前圖層去變化他的圖層的性質 OK再一次 LA 圖層性質管理員 一樣 新這個圖層2 然後呢2號色黃色 按確定 再按確定 Copy一個 Copy Copy一個過來 好 然後你選他 變換圖層 他會跟著 目前的圖層走 然後這個呢一樣如果今天選到凌晨 他就跟著凌晨走 也就是說 當你的圖塊的 圖層呢 使用凌晨 他就可以根據你的目前圖層 然後呢去變換他的 圖層的性質跟顏色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小秘技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 你想像一下如果你今天是 一個 製作圖塊的公司 你要賣圖塊給各個單位 各個 領域也好各個產業 那每個產業領域 使用的圖層名稱跟圖層顏色是不是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只要把標準的圖塊呢 全部建在凌晨 那你可以跟 對方說 當你使用的時候呢 請你記得切換你的圖層 切換你的目前圖層呢就可以套用你目前的圖層的圖塊 這樣一個方式 如果 你先圖塊呢 X我們做分解 你選他 分解 他就會恢復成原來的面貌 就會恢復成 原來的凌晨 這樣子 好以上呢 如果你對於這個指令 這個操作呢 能有疑慮 你可以在影片下方做留言 或者上我們的粉絲專頁 或者是我們社團或是 論壇 都可以做討論 好那我們下回見喔 掰掰 組別人 陣子 畫下 打字幕